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對 就整個在網上 買股票買出心得 他是模特兒張喬飛 在三月股災時 入手五張創意 一張從156塊漲到307塊 五張就賺盡75萬多 現在台積電太行了 就是台灣之光 所以跟台積電有合作的 那些公司 大家都可以留意 藝人雞排妹 剛好在股災前入場 投資新手 大手筆買下一張380萬的大力光 若他在高點賣出 至少50萬輕鬆入袋 到二月初想一想 過完年了 那去開一下吧 剛好在這個時機點 其實沒有去想說 股災要來了趕快去開 就真的是運氣很好 剛好在這個時機點 翻譯一下 親戚人說急探價你賊 錢這麼多 要不要做一些投資 沒有 雞排妹整理出投資新法 第一 不買暴漲暴跌股 第二 不買魚頭和魚尾 只買魚身 另外要在除息前一兩個禮拜買 除息前一天買掉 國際熱錢塑詠下 週一台股大漲超過300點 盤中創下12686點 歷史新高 台積電開盤發威大漲 股價供漲停至424.5元 市值也同步改寫新高 突破11兆 聯發科同樣強勢 漲到728元 市值破1.1兆 順利超車鴻海 成為全台的第二大市值企業 但反觀生技股 持續輪在賣壓災區 現在大部分是外資 再介入再做多 可是本土的資金 卻有一點居高思維的 這種現象 開始有做一些 逢高調節的一些動作 台積電聯發科領頭 帶台股衝上新高 再創新的里程碑 三選網傳陳佑榮 台北報導 台東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